美国纽约州州长古墨被爆性骚扰11名女性 引发美国一阵哗然 当局调查后证实他确实是有性骚扰的行为 不过他本人是否认 但是总统拜登也呼吁古墨请辞下台 正经美国政界的丑闻 三号司法调查报告出炉 认定纽约州州长古墨性骚扰多达11名女性 连总统拜登都忍不住说重话 当局公布调查结果表示针对179人 经过五个月的调查显示 古墨曾经不当触摸多名州政府职员 还对他们言语性骚扰 包括女州警在内受害人数共11人 检察官更形容整个工作环境就是有毒的 没有人敢拒绝古墨 外界指证丽丽要求他下台的声浪 如排身倒海而来 但古墨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 并坚称不会辞职 古墨的律师抨击调查结果 既不公平也不准确 不过纽约州参议员中 已经有三分之二的人表态 要求古墨辞职 古墨曾因为积极对抗疫情而获得全美赞赏 但如今连议员都开始准备弹劾她 恐怕她的乌杀貌似岌岌可危 记者绿宇宙报道